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明朝败家子》 作者上山大老虎 演播此今 《明朝败家子》第204章 第10 朱后赵搀扶着老夫人 口里文言信语的时候 让一旁看着的洪志皇帝 竟生出一次错觉 什么时候朱后赵竟有这样的一面呢 朱后赵搀扶着老夫人进了屋 洪志皇帝迟出片刻 他能感受到这屋子里混杂的煤渣 和各种不知名的怪异气味 可他还是钻进这阴暗的茅房之中 茅房里很阴暗 老夫人颤颤地掌了灯 里头还有一处厢房 老夫说 两位恩公 家中心腹在内屋 不便见礼 还望收嘴 说着 摆了长条桌一来 问了洪志皇帝是谁 朱后赵笑嘻嘻地说 我爹 老夫人便又要跪 洪志皇帝平时倒习惯 接受别人大礼了 可此时这老夫人一跪 洪志皇帝的脸在烛光之下 竟显微红 仿佛这老夫的大礼 又不可承受之重啊 细看这个家里 几乎可以用家童四壁来形容 几乎没有什么多余的家事 不过是可能因为刚刚新婚大喜的缘故 到新天几样新的家具 可即便如此 这些东西没有一处能入洪志皇帝的眼睛 他坐在长条凳上 莫不作声 可惜啊 王三和王铁蛋都去上宫去了 否则若知两位恩公来 还不知高兴成什么样子 他们日日夜夜 都念恩公的好呢 老夫显然是个画牢 虽然眼睛视不了多少雾了 可一旦打开画匣子便停不住了 若是没有恩公的话 咱们王家还不知是什么光景呢 何止是王家 在这矿上矿下 哪一个不靠两位恩公救活的 现在好了 都过上好日子了 洪志皇帝依旧默然无言 心里堵得慌 这便是好日子嘛 这里明明什么都没有 这老夫身上的差裙 显然不知江戏多少次了 泛着白 形容的是劣质的粗补 可老夫仍然不吝一枚之词 现在有地方卖一身的力气 能有泛质 有遗传 这多好啊 这矿上几千户呢 养活这么一大伙人 两位恩公 向来是不义的 这是自然 诸侯赵 美滋滋的样子 他已然将自己完全带入恩公的角色了 可洪志皇帝 眼眶却是泛红了 他是一个经历极复杂的天子 幼时便丧母 那时候在宫中可谓是如履薄冰 他一直为自己有这么一段苦难 既为之唏嘘 也为之骄傲 正因为自己不是灭冠中长大的 所以他成为天子之后 才觉得来之不易啊 可现在 他想到无数的事情 想到读史诗的天下新王 那新王始终 总有所谓的 新百姓苦 王百姓苦 他读到此处 都不免要唏嘘一番 以为自己已经了解了民间的疾苦 所以当各地州府的官员们 上座说 哪里遭灾 什么赤地千里 什么百姓衣食无浊 他便也能生出恻隐之心 可他还是无法想象 像王三这样的人 所满足的生活 竟只是如此 这是猪狗一般的生活呀 育园里养的猴子 只怕比他们过得 还要舒坦一些 而这 竟领他们生出 如此知足的样子 千恩万谢 竟像是成了 最了不得的事情一样 洪志皇帝竟忍不住 捂着自己的心口 心口有些隐隐的疼 不过他紧离 不使自己这隐隐的 不适表露出来 他红着眼睛 故意将眼睛 别到其他地方 靠着烛火照耀不到的阴影 而此时 眼角已有泪水 夺眶而出了 直到现在 他才真正的知道 原来奏报里 所谓太平盛世 竟是这么一回事 这便是 海燕和青了吗 那么许多 连王三都不如的人 他们 又是什么样子呢 此时他站了起来 故意站着去看 航土墙壁上 贴着一张年画 这年画早已斑驳了 而他故意端下 不过 想要衍生自己内心的愧疚 或者说 想要以此 去分散一点 心口的疼痛而已 只片刻之后 他终于无法再次待下去了 默不吭声地 也没有招呼 直接走出屋去 方济帆和忠后赵见窗 列王跟老夫人告辞 快步追了出去 只见洪志皇帝 一个人在前 背着手 默默地走着 萧静急匆匆 小跑跟上去 说 陛下 洪志皇帝抬眸 看了萧静一眼 驻足说 今日所发生的事情 统统记下 包括方济帆 所授之客 他没有给萧静 任何反驳 或是回答的机会 接着他说 此后 传朝抵报 发送天下 各部各州各府 让真的大臣们 都好好的看看 萧静也 他只能立即应讨 奴婢 遵旨 洪志皇帝顿了顿 努力使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 才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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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王三 赦免了吧 而至于 而至于侵犯 无志心 是必死无疑的 作为叛乱的首领 没有千刀万寡 就已经是不错了 萧静 萧静似乎已经体察到圣意了 放在陛下去 那王家 这王家的老父 倒还算明理 陛下是不是 赏赐一些什么 他原以为 这话会正对 洪志皇帝的胃口 洪志皇帝 却是无奈摇头 赏赐了一家 又有何用啊 在这天下 其实有千千万万个 王家这样的人 甚至还有千千万万人 远不及王家 朕赏赐得了一个王家 赏赐得了 千千万万个王家 语气之中 乃着无奈 说着 他深深地看了方济帆一眼 说 方济帆 你来 方济帆心中择舍 随洪志皇帝步行 其余人 只好乖乖地尾随在后 不敢过分地靠近 洪志皇帝叹了口气 张望着这小小的村落 说 今日这一刻 并不只是给你那些门声听的 也是给朕听的 你知道 何不是肉迷吗 方济帆读懂洪志皇帝的意思了 陛下再查 你比那近会地要强许多 说出这话的时候 方济帆觉得说错了 不对啊 这话不是自己的风格呀 自己理应说 陛下指那近会地要强上万倍才是啊 洪志皇帝则是苦涩地说 其实朕和近会地又有什么分别呢 朕若是不亲眼所见 他也未必知道 王三这样的人为何要从贼 是你点醒了朕的 所谓的太平盛世 朕实施姑娘的太简单了 这是朕的舒适 方济帆尴尬地笑了笑 洪志皇帝又说 可是至少朕总算亲眼所见过 支持而后涌 一个人若是不支持 尚且还沾沾自喜 总不及支持得好啊 你留在此处吧 处理好后事 朕先行回宫了 他面上露出一股深深的倦意 这种疲倦之感 显然和从前的时候是全然不同的 从前再如何疲倦 可至少墓中还能显出几分精神 可如今却连眼睛都无神了起来 方济帆 宋洪志皇帝上了车架 而那诸侯赵自觉讨了没趣 原以为自己成了恩公 父皇该高兴一些才是 可谁料 父皇的脸色竟显得更加铁青了 小静和牟宾则是一直大气不敢出 随车架行了 浩浩荡荡的人马便很快绝尘而去 方济帆留在远处 面带着笑容 恭送圣家 等圣家真的走了 却突的想起一件事情来 我 我为朝廷立了功 为大明拿了钦犯呢 我的功劳呢 上次呢 此时他心中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 该喜还是该背 唯一令他庆幸的是 至少所有的丐帮成员除了熟饭之外 都得以赦免了 当消息传出的时候 这西山上下巨斗振奋 西山里有太多从前的丐帮有牵连的人 如王三所言 他们只想着安安生生过好日子 他们已经满足于今日的现状了 和乱党有所牵连 犹如一根刺 令他们不禁惶恐 赦免一出 使他们终于可以了了这一桩仙事 令他们可以放下心来 以后只安安心心地过日子就好了 王几帆的心里也不禁为之欣慰 毕竟 他是一个像紫禁一样三观其正的人 这一路回宫 洪志皇帝一直愣愣坐在车架里 脑海中无数的念头划过 他眼睛有些红肿 自己所见 竟是如此的真实 比那些奏书告诉他的更加真切和触动 而接下来 他陡然想起了方几帆 于是等回到宫中 洪志皇帝这暖阁里高坐 只是他一声不吭了很久很久 而随之来的萧敬和牟宾 却已败道在地 萧敬说 陛下 奴婢万死 臣 牟宾到了如今 也不得不服气了 信一位 洪志皇帝疲惫地靠坐在软殿上 眼睛看着凋梁化洞的暖阁 待了一会儿 再说 你们觉得羞耻吗 嗯 朕也一样 朕今日真是无地自容啊 许多事是朕以前都想不到的 这一次不怪你们 正如方几帆所说的那样 只要世上还有许许多多王三这样的人 今日拿住了一个吴志心 明日就会有刘志心 杨志心 这许多多如牛毛的逆贼和侵犯 你们抓得晚了 方济帆 做了一回 朕的师父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明朝败家子 作者上山打老虎 演播四季 更多有声读 请在微信 LVNCE9113